六道轮回从哪里来的 分别执着来的 执着是尽死烦恼啊 你看大小陈经上都说 尽死烦恼断了 正放下了 六道轮回就没有了 六道是假的 不是真的 勇家大司的正道国说得很清楚 很明白 他说梦里明明有六趣 绝后空空无大前 那梦是什么呢 没有觉悟 还搞分别之主 啊 见思 见是你的见解 思是你的思想 或是迷惑 换句话是 你看错了 你想错了 啊 对什么 对整个宇宙 万思万法 你全看错了 全想错了 错在哪里 这个世间是一场梦啊 梦醒了之后 什么都没有了 你在里头这个看法 那个看法 全错 错的是错 对的也错 没有一样不错 啊 无论你怎么想法 也通通都是错 啊 所以 你把这个东西放下之后 就醒过来了 然后才知道 做梦全错了 没有一样是对的啊 啊 你是对的 对的就超越轮回了 你能超越轮回吗 那么你要知道 只有那一句阿弥陀佛 可以超越轮回 一切法里头 只有这一句法是对的 你知道吗 抓住这一句法 我就这条路 对一切人 欢欢喜喜 啊 为什么 解善云 别解卧云嘛 啊 解卧云 我们往生的时候 冤情债主了 找麻烦 啊 有的时候 受到干扰 就往生不成了 啊 跟一切人 通通接善云 啊 善人给他接善云 我人也给他接善云 啊 毁谤我们的人 羞辱我的 羞辱我的 陷害我的 我通通 给他接善云 啊 只要我知道的 啊 我这个小佛堂里面 都给他供 长生落味啊 我们每一天 讲经 天天给他回想 借善云 不借我云 啊 心里头 没有我你 啊 希望真正做到 纯净 纯善 这个字数用多好啊 啊 这才是人生 最高的享受啊 纯净 纯善 啊 这就是 学会 学了佛了 才真正会做人 啊 我们只有一个方向 一个目标 决定不变 一句佛号 念到底 啊 念念 是清静心 啊 我见到一个人 张家大司 他老人家 他是念周 二六十钟啊 没有停过 啊 我跟他三年 每一个星期 一个小时 到两个小时 啊 听他的开始 他话语讲完 他口里都默念 金刚尺 你看他嘴在动 没有声音 啊 无论在什么时候 你都能看到 可见他的心清静呢 他没有咋念呢 啊 啊 那是修成的 啊 这个功夫不是偶然的 我们应当要学习 啊 往生真心 要记住 信要受持 啊 信要本愿 受持是名号 名号 只有四个字 阿弥陀佛 李延迟大师 一生 九年四个字 一生 那是 我应当要学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